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击的习 法是自有正义色彩的字眼 严格来说 只有天子才有法的权利 所谓礼乐征法自天子出 他的含义是 有人犯了错 天子啊 作为全世界的大家长 必须用军事行动去教训他 这种战争 性质可以一分为二 即使家长教训家庭成员 又是正义的一方 惩罚不正义的一方 所以才要敲钟打鼓 光明正大的来教训人 亲呢 就无所谓正义性了 郑国去打许国 攻守双方都是周朝诸侯 谁也没有权利去罚对方 也就没道理敲钟打鼓了 周里还给出过一个 很理想的政治结构模型 把罚的内容做出细分 一分为九 统称九罚之法 比如有人 以强凌弱 以大蹊跷 那就省他 省字 上面是生命的生 下面是眼目的目 如果有人以下犯上 放逐 甚至杀害了他的国君 那就惨他 如果有人背弃伦理 做出禽兽行径 那就灭他 凡此种种 一共九大名目 但这个实在过于琐碎了 以至于很少有人 真把措辞考究到 这种夸张地步 天子可以罚 可以亲 但不能习 习的得名 根据唐朝官学权威著作 左传著书的解释 习原本有重衣的意思 就是说 原本穿着一件衣服 再披一件衣服 形容出兵 就像披上一件衣服一样 轻便 迅捷 那么 让我们回到周显芳22年 赵国这位公子范 习寒丹 要的就是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把刚刚继位才一年的赵素侯 赶下宝座 但这只清兵 竟然没能取胜 公子范也丢了性命 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们这就可以看看 第二个问题了 赵国怎么总是发生这样的政变呢 前面讲过 宗法制度下 有一套标准的继承制度 可以称为敌长子继承制 默认敌长子 也就是大老婆生的大儿子 天然拥有继承权 只要敌长子健在 其他儿子 就算能力再怎么突出 或者再怎么讨父亲的欢心 都没有继承资格 在敌长子继承制下 继承权是由血统决定的 而不是由能力决定的 这种制度的优点就是稳定性强 吕诗春秋引述过 盛道的一番话 说一只兔子在前边跑 后边能有一百人在追 但这个并不是因为 一只兔子够一百人分的 而是因为这只兔子 是一个无主的东西 谁能抓到它 它就归谁所有 而在市场里边 兔子明明有一大群 路过的人呢 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并不是因为 这些人对兔子没想法 而是因为市场里 兔子都有明确的所有权归属 治理天下国家 也是这个道理 只要名分定了 就不容易生出争端了 在平稳的年代里 自然可以用这种平稳的办法 但在局势紧张的时候 就不得不变通处理了 我在前边介绍 三家分禁的前史 谈到赵氏家族的组长 赵检子 在考虑继承人问题的时候 搞选拔 做考核 最后果断舍弃了 敌张子伯鲁 让最有能力 但最没资格的赵无序 做了自己的接班人 敌张子继承制 这是原则性 选贤任能 这是灵活性 如果只讲原则性 不讲灵活性 那就太僵化了 肯定会出问题 而一旦讲起灵活性 开出来一个先例 致命的风险就是 先例有着自己的生命力 稍不小心就会从先例 变成常例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赵无序接班以后 会面临一个错位问题 那时候 背景宗法制度 没有完全瓦解 在宗法结构里 执政权力和祭祀权力 是一体的 换句话说 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 是高度统一的 执政资格 来自祭祀资格 伯鲁的敌张子一系 属于大宗 赵无序一系 最多算作小宗 等赵无序 有了组长的地位 虽然拿到了执政权 但血统没法改 他这一系 怎么都不能升格为大宗 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 不统一 政治也就不容易搞 今天我们不容易理解 这种尴尬 因为秦汉以后 教权几乎变成了 政权的附属品 无论是谁 只要当了皇帝 自然同时就是 全国人民的大祭祀 大家长 赵无序的事 如果也是这种面貌的话 麻烦就很好解决了 赵无序没办法 如果可以参考赵家 列祖列宗的经验 就会发现那位著名的 晋国总理赵顿 也遇到过同样的困境 赵顿的解决方案是 主动谦让 不肯升格为大宗 于是在赵顿去世的若干年之后 执政权又回到了 原先大宗的手里 赵无序看来 也很想这么做 让赵氏家族的继承制度 回到从前的规范 所以指定的继承人 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哥哥伯鲁的直系孙儿 赵焕 焕西沙的焕 让组长血统 回归到伯鲁一系 这样的安排 也许还可以消除他心里 对伯鲁的亏欠感吧 看上去赵无序 声明大意 破过一次力之后 还很有回归正轨的意识 但形势比人强 这种管理学上的经典难题 可不是这么容易 就能够被解决掉的 赵顿当初 就没把问题解决好 后来让赵氏家族 和整个晋国 闹出了天大的乱子 赵无序 也没法简单 一纸命令 就能回到从前 每一位当权者的身边 难免都有 潜藏的野心家 在这些野心家看来 当初破例的时候 可以拿局势说话 说局势所破 不得不做变通 但如今 依然可以拿局势说话 局势依然紧张 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就不可以 继续破例 让能力优先于自立呢 所以赵无序的弟弟 赵桓子 悍然发动政变 赶跑了赵换 自己当了赵家族长 如果赵桓子身体健康 可以活到正常寿命的话 很可能位置就坐稳了 但他接班仅仅一年 就过世了 赵换又被大家接了回来 当家人的位置 依然留在了伯露仪系 这位赵换 按嗜好 称呼叫赵献子 赵献子死后 儿子赵姬接班 这就是赵列侯 赵列侯死后 很可能又发生了一场政变 继位的是赵列侯的弟弟赵武侯 等到赵武侯死后 没能复死子继 位子又传回到了赵列侯遗气 有赵列侯的太子继位 视为赵敬侯 赵敬侯刚刚继位的时候 叔父赵武侯的儿子 公子朝不服气 发动了一场没能成功的政变 等到赵敬侯去世 父子子继 赵成侯继位 继位第一年就发生了公子圣之乱 等到赵成侯去世 马上又是一场权力斗争 公子谢和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赵素侯 大打出手 失败之后的公子谢 跑去了韩国 没过两年 公子谢那边虽然还没动静 却出来了这么一位公子范 发动武装政变 突袭首都邯郸 这段历史 应该能使我们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老顽固们 增加一点同情的理解 在他们看来 规矩最好一成不变 就算有麻烦 也应该忍忍 不然的话 一旦破了力 虽然能收一时之功 但很可能一百年之换 所以如果已经破了力 那么恢复旧貌 也许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赵无许 可以学习父亲赵检子 生前做好选拔和考核 拿自己的权威 给继承人背书 以后每一代 都按这套办法来 敌张子继承制 干脆就彻底不要了吧 怕就怕 既想回到旧秩序 又想开拓新局面 最后左至右出 两头不讨好 关于旧秩序和新规则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困境呢 有什么解决的经验呢 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一讲再见